著西鄉可以說是這次的颱風重災區 一大早部落青年也總動員先行疏通搶救 社區內的一些道路避免災情擴大 而鄉公所也派重機鋸到場清理土石 在今天就要把土石給清除恢復部落的交通 派回颱風登陸風雨最劇烈的時刻 部落住宅區旁的野溪大水泥流夾帶著大石頭滾滾 而下情況危急 部落青年總動員先行疏通搶救 避免災害擴大 部落族人直到今天一早任忙著搶救家園 這次太大了 我覺得好恐怖 真的 很嚇人 因為跟土石都那麼多 你們家是左邊跟右邊都有土石 對對對 很恐怖 對啊 對啊 昨天你們有在家嗎 還是全部去 有在家啊 可以買園 買到啊 野溪泥流衝到自家的金先生 當時趕忙以農耕機將土石泥流清除 也憤憤不平地表示 前幾年風災也曾爆發過土石流災害 工部門卻都沒有進一步整治情癒 現在再度爆發災害 補我住家安全毫無保障 那個水都已經開始好像不對勁 結果呢 前後不到 幾分鐘 幾分鐘 我的孩子說毒石流毒石流 我就趕快塑上我的那個孫子 都在睡覺嘛 然後我老婆馬上開那個火力量 一直這樣推推推推 我馬上開那個火力量下去 如果說我沒有看到 哦 這個前面 這不好 這邊 他說八十米 結果呢 八十米 就弄一點點在裡面 一點點而已 上面沒有整理 上面都沒有整理 你看八年當中上面都沒有整理 如果說八年當中上面有整理的話 那個水定 我相信那個石頭都很順下去 今天一大早 土石鄉公所 也吊派怪手到場展開清理 還窺颱風已遠離 不過在豬石鄉南端的古崩村 造成極大的災情 第一時間到場關切的 相待會主席李貴英 期盼相關單位 徹底進行部落野西的整治改善 目前的話 尤其像現在 我看到我們在後面的話 算是在這個部落裡面就嚴重 整個土石流 從野西上來 大排水都這邊下來 所以導致這邊的路也不通 然後它的這個另外一條路 在花七十五線呢 就剛好電線桿也整個倒塌 所以現在這邊如果要進來這個部落 目前的連外大路大概就只有往 長雅這一段 然後從南邊要過來的話 目前是沒有路可以進來這邊 海葵颱風重創南花蓮 尤其中央山脈山腳下的 著席鄉各村部落社區 露宿倒塌 道路淹水橋樑塌陷 農田流失等災情 江南會主席 李貴應是竹一線刊 拍照記錄 期盼上級相關單位重視進行改善 建構部落居民 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 這就是玉蘭卓冊採訪報導